點政開始 兵炮 請點政官 樂旗開攻 九旗出席 台南市重要的民秀華黨 擬控一陸台南市國際兩順見標賽 6月錯誤到錯誤 買到安平溫和六列頂頂 維求比賽到訓練的過程 順利完完 台南市政府特別安排5月19日 在安平天后宮 高興點政議席 由若清德市長 担任主席官 各自貴賓 共同為兩順點政 其中本年都兩順比賽合同順利完完 並且為其空一陸 台南市國際兩順見標賽 開啟那些合同的節目 我先感謝我們各位台下公民參與這個聖火 剛才我們雲若共同參拜祈求安平開台 天上聖廟馬祖部立委重新的保備 讓我們的開公點案 過程順利 今年的白龍順比賽 可以完完順利成功 另外 如果要感謝我們頂主委 和我們廟宗幹事 各位委員 出錢出錢 我們每一年的白龍順 都一定來到安平開台電影共參拜祈求平安 那麼當時 外面在進行的時候 我們安平開台電影共 天上聖廟馬祖部 眾人來到現場 坐天 保備 過程平安順利 我在這裡 代表市民 和中主委 廟的國域委員 第一萬分的感謝 今年國際兩順競標賽 民眾遊聯報名雄祐 報名對數1966歲 3805人參加 由處科地大臺南地區 競爭端午這個活動 已經在到民眾普遍的支持和回鄉 也是市民一定要參與的活動 因為我們每一年 都生懵安平開電影共 嫁婦這個救生衣 兩百而已 今年兩百而已 就是我們也可以看 說安平開台電影共 在庭務主委的庭囊 裡面 不只是敬拜聲明 讓我們安平開台電影共 新委憲協保健有名 只做我們市民的信用中心之外 當時熱心工業出一出一出一 幫助力勢 幫助市政府的政策 讓市政府可以順利 我在這裡再出代表市民 跟電視院大致 我們來的 我們今年 2016年 國際滑藏中比賽 他有完孫翁蕾 在安平 我們的沿途上去辦 這是台南市的白龍順比賽有幾項特色 第一是臺灣歷史最多有給的 中共前後有歷史可口的已經300多年 所以這是全臺灣歷史最多有給的一項白龍順比賽 就是在台南 第二的特色就是暗日基板 暗日基板可以說相當有特色 因為過去的五一節白龍順比賽 常常都是一時比賽 但是天氣炎熱 可以說平時很適合比賽 因為暗日比賽 暗日的氣氛好以外 還有兩頌 以及我們的白龍順都有LED燈 食材非常美麗 第三的特色是暗日基板 這也是臺灣沒有的特色 所以我們這三項特色 可以說是組織了台南市所基板的國際白龍順比賽 是全臺灣可以說是世界有代表性 那麼今年比賽的這個隊伍 有這麼一樣非常非常擁有 除了有台南市本身的報名的隊伍之外 也有國際性的參加的隊伍 我們台南市就是希望說 究竟這個白龍順比賽 以來呢 慶祝台灣 熟悉台灣的文化和黨 保持台灣的文化 這是第一項目的 第二項也希望說白龍順比賽 讓我們台南市的市民 大家感情可以更加昇華 可以更加昇華 因為就像比賽當中感情的交流 這是我們第二項目的 那麼第三項目的當然也是希望說 提供在台南市的國際特色 要是上班的外國人 有機會參加在地的外國 讓他們可以進一步認識台南 認同台南 他要將台南的動作於第二的高峰 還是他想要教養的外國的這個地方 就是說我們要用這個東西 來參加這個活動 來參加外國人來交朋友 所以我在這裡簡單 跟我們台南市社會在家報告 我在這裡也邀請白龍順那天 大家的小小小子 來參加這個活動 來跟白龍順的選手來加油 我相信整個活動 他一定會跟他努力 健到成功 完全尊叫傳統高麗龍順點睛技術 也是台南市 既行龍順見標賽的特色之一 如果市長 率領國點睛歌 以為龍順點睛 邀請全體市民 共同參與 迎接台南市上方 最有傳統特色的 白龍順比賽 在傳統高麗龍順 unnecess 繼續